好 直播昨天晚上呢 国道1号北上刚山调到这边呢 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 事故有6名死亡 还有11名轻重伤 那目前我们人在这个医大医院这边呢 当时候是有3名这个伤者 是送到这边来急救 不过呢 有1名这个50多岁的刘姓妇人 她到院前已经伤重不治死亡了 那这个有2名这个应该是大学生 1名呢 20岁的詹姓男子 还有19岁的吴姓男子 他们呢 也是送到这边来 那吴姓男子目前他是这个头颅这边呢 是有这个头颅出血的这个状况 情况非常地危急 还在家务病房急救 那我们刚刚也有问到这个妈妈 她妈妈说呢说 儿子本来今天是要跟同学一起到这个日本来旅游 没有想到呢 再去这个桃园机场的途中呢 发生这个车祸事故 我们先来听一下妈妈怎么说 因为她说要观察因为我游泳出血 游泳出血 对 游泳出血 那有意思清楚吗 目前 目前是清楚 好了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心急 因为呢 没有想到说儿子呢 是要跟同学开心的出游去玩 那没有想到呢 却发生这样子的一起 这个严重的这个事故 那这个她的朋友呢 目前他们是四个男大生 要一起到这个日本的冲绳来旅游 不过呢 现在根据了解是有一名 这个她的同学呢 是已经伤重不治了 那另外一名这个詹姓男子呢 她是伤势呢也算是还蛮严重 不过呢 昨天这个半夜的时候呢 已经从这个急诊转到这个普通病房 那爸爸说呢 可能是他们大学生想要省钱 所以呢 这个半夜呢 搭客运来北上 那一开始她就觉得心情非常的 心里非常的奇怪 那没有想到呢 过没多久 果真就接到这个二号 那赶到医院来 那好险呢 她儿子呢 是已经从这个急诊 转到这个普通病房 不过呢 现在情况呢 都还在这个观察当中 以上是现场这个 一大堆最近状况 时间镜头就在棚内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